你會承認比特幣嗎 比特幣嗎 你不會嗎 我以為你會承認 虛擬貨幣比特幣走過風風雨雨 從開始的默默無聞到現在 不少商家都開放使用這樣的支付方式 運用越來越廣泛 比特幣因此有了數位黃金的稱號 你會承認比特幣嗎 我們會承認 有誰會承認比特幣嗎 有誰會承認比特幣嗎 我會承認比特幣 紐約一家幼稚園學費能用比特幣支付 印度一對新人請賓客送比特幣當嫁妝 瑞典政府接受民眾用比特幣還債 不可思議的是 道國萬納度 居然允許外國人用比特幣買萬納度國籍 作為全球第一個承認比特幣的國家 德國的酒吧或是書店 接受比特幣付款也已經是稀鬆平常 不過說到比特幣最大交易市場的 還是在亞洲的日本 國內有24萬個接受比特幣的商店 在知名連鎖電器賣場 Big Camera購物 只要拿出手機掃一下條碼 就可以輕鬆用比特幣秒赴 日本政府更在4月通過法律 承認比特幣作為法定支付方式的地位 所以這就是0.00336 但基本上是1803元 然而並非所有國家都對這種看不到的貨幣 持開放態度 法國 美國等對於數位貨幣的態度曖昧不明 波利維亞 孟加等國 則是完全禁止比特幣 會讓人心存疑慮 不外乎就是安不安全 近期被韓駭客就對全球各大 比特幣交易所發動攻擊 成功竊取用戶資料和比特幣 再來是使用者心臟得夠強大 匯率波動居大 像12月12日就創下單日最大跌幅 30% 還帶動所有虛擬貨幣一起重挫 而數位貨幣的匿名特性 還可助長洗錢等犯罪活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發出警告 我認為很多投資者在比特幣 都在玩樂 他們不把你的生存優勢 不把你的生存優勢 那是根本的根本的錯 兼具商品和貨幣兩種特性 比特幣在不同的國家 面臨不同監管方式 也有越來越多虛擬貨幣 興起 像是以太幣和瑞波幣 虛擬貨幣浪潮襲來 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 沒人說得準 環宇新聞樸一傑綜合報導